耶稣开始传道 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 回到了加利利开始传道 他说 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 相信福音 耶稣的名声 传遍了各地 前来听到的人很多 他在各个会堂里面教导人 好受众人的尊崇 耶稣来到了自己的家乡 拿撒勒 按照着习惯 在安息日进入会堂 站起身要读经 有人将以赛亚先知的书 递了给他 他翻开书 找到一处读了起来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太告我 叫我去传播福音 吸贫苦的人 差遣我去宣告被老的得释放 黑眼的看得见 受压制的得自由 又宣告主 悦纳人的欺怜 他读完这段说话 就将书卷起来 交还给执事 然后坐下 会堂里面的众人 都注视着他 耶稣说 今天这些经验 在你们耳中了 众人都称赞他 而且对他所说的感到好奇 但是后来 他们又说 这个不是木杖药室的儿子吗 不是玛利亚的儿子 雅各 若西 犹大 西门的长兄吗 他妹妹 不是也在我们这里吗 一想到他是本地人 他们就厌弃他了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必定会引用这些俗语对我说 医生 你医治自己 我们听见 你在加白龙所行的事 也应该在你自己家乡这里行 耶稣跟着又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越纳 我对你们说实话 以前的以令 众人听见他这么说 都很生气 起来要赶他出城 他们将他拉到山崖 要将他推下去 耶稣却从他们中间走过 离去了 耶稣在家乡全都 并没有受到当地人的欢迎